日前有一位70回路線 在第第1個月來的36公斤 緊急到便宜來酒精 經過精端發生是甲狀性抗精 透過有不治療到定期對中 目前已經回到正常 旅行紀美表示 這塊鏡頭大部分發生在20回到40回路線 包括男性跟中部一樣要注意 甲狀性功能的異常 其實男生女生都可能發生 但是女生會特別容易 所以如果你們家裡面有其他的家屬 有甲狀性功能的問題 或者是忽然發現不明原因的體重減輕 全身冒汗 手抖 心悸 焦慮 但卻常常就診多次就找不出原因 還是要特別注意甲狀性功能的異常 建議大家如果有懷疑有以上的症狀的話 還是建議到內分泌性成代謝科的門診求診 來檢查甲狀性功能是否有異常 甲狀性抗禁的美人是有個瑞夫姿勢病 也有可能會合併到其他的鏡頭 以當期沒有治療甲狀性抗禁 有可能會影響到現狀骨頭和眼睛 嚴重也有可能會失望 甲狀性功能異常的部分 常常會影響重要的一個器官 那對於一些如果可能本身就知道有甲狀性功能抗禁 但是服藥不規律的民眾要特別注意甲狀性風暴的產生 那原因是因為風暴一旦出現常常會損害我們重要的器官 甚至嚴重者會租取甲狀病房導致死亡 所以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甲狀性的功能 需要常規門診追蹤 以避免產生不可挽回的憾事 柳鴨級別疑似提供 甲狀性抗禁的美人需要特別注意吃食 要盡量避免海散這種高點的食物 並且要按時吃油的定期灰燼 有正常的甲狀性功能 再當維持身體健康 南天新聞恩惠德 柳鴨 蔡宏報道